我觉得对制造业的冲击 主要不是市场需求的下降 我认为市场需求总体来讲 就算有下降幅度也是很小的 中国市场全球市场的需求 不会因为疫情影响太大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它影响的是比较大的是企业的经营的压力 一二月份大部分企业的销售在下降 但成本是在增加 所以在资金的层面 在企业的损益这一块 利润这一块影响都会比较大 另外的话现在虽然推动复工复产 但是很多防疫的管控措施还是比较严格 比如说在省内人员的流动 还是有很多的检查填表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增加社会的管理成本 另外一个也影响企业的整个运作的效率 第三个的话 现在中国是把一些国家列为疫情 这个国家不让他们进来 我们出去也受到很多限制 所以对海外业务也有一定的影响 或者和海外相关的一些工作也受到影响 譬如说现在武汉华星呢 我们有这个有些设备 是我们的供应商要负责保养 主要是日本 现在他们都不敢来 所以对于企业的运作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国家尽快的能够调整 解除在境内的一些过度的疫情管控措施 让整个经济活动的恢复将会更快 整个经济的活动会更加有效率 严格讲起来我们有一部分业务 在整个疫情期间是一直在生产 因为这一个行业呢 它是不能停工的 像半导体集成电路 半导体显示 就像炼钢厂的高炉一样 它是不能停的 武汉工厂 我们是一共有一万三千人 在疫情期间 留守工厂生产的人员 将近七千人 我们在疫情管控 首先员工就不离开厂区了 在生活区和工厂 这个我们做成一个封闭的管理体系 我们设立了一个单独的移动宿舍楼 做一些像发烧啊 这个感冒啊 这些员工的隔离 非常幸运的是 这一百多名发烧的员工 最后没有一例确诊是 新冠的 所以整个华新厂区 在疫情期间 一例感染都没有 如果按照武汉的 公布的这些感染 这个数字啊 我们这将近七千人应该有 五十例的 这个感染病例 其实有可能发生 所以这种管理呢 还防止了 广东省政府呢 对支持复工复产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政府呢 也宣布了 对支持复工复产的一些 支持和帮助的措施 包括这个减免 这个企业的一些费用 像社保啦 像这个 其他的一些 这个费用 另外呢 税收可以 这个 滞后 是吧 等等 这些措施呢 对 企业恢复生产 特别是帮助 中小企业 能够度过难关 是发挥的 积极的作用 他们的经营压力是非常大 如果 政府能够帮助解决 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解决呢 能够企业的融资问题 另外 政府呢 还在大力的帮助 外省的员工 尽快的反越 这个都是能够支持 企业尽快的 这个恢复正常的运作 另外呢 政府也对一些 重点的大企业 定向的 这个 帮扶 我觉得这个政策也是 非常有效的 因为大企业能够尽快的复工复产 它能够带动供应链的上下游 就一般的中小企业呢 也能够这个 让它复工复产呢 有一个更好的 这个动力和支持 从过去的半个月情况来看 政府的这些措施正在发挥 明显的成效 虽然我们的企业三月份就已经恢复到这个正常的水平了 但整个制造业来看 我觉得 四月份 应该有百分之 这个 70以上的企业 就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 这个三月份呢 我估计啊 可能有百分之三十左右 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 四月份呢 可能百分之 这个 70 这个五月份的话呢 我认为基本上这个所有企业都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 这一次疫情呢 可能会有一些企业撑不过去 但是主要是中小企业了 所以政府的帮扶是非常重要的 对头部企业来讲 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整个产业的市场份额会有一些变化 管理好的 竞争力强的企业 可能市场份额会提高 而一些管理竞争力稍微差的企业 可能市场份额会下降 这种变化呢 在疫情这个过去恢复正常之后 可能不会有改变 也就是说 这个头部企业可能在这个疫情当中 经受着考验 可能竞争力会更强 另外一个呢 像我们企业呢 本身就制定了一个比较进取的年度的目标 三月份的话呢 我估计同比能够增长20%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原来 这个制定的预算目标 而后面的几个月呢 我们把希望能够追回一二月份的损失 所以现在各个TCL的各个产业呢 报上来的这个新的经营预算是没有改变的 我们还是按照原定的计划 实现我们全年的增长目标 对加强制造业 像智能制造 这个数字化工厂转型会 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其实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提升智能制造的能力 加强这个数字化工厂的建设 本身是一个大的方向 已经持续推动了若干年了 我们企业呢 在这方面也投入很大的资源 这一次疫情管理 这个影响 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和人有关的 成本的发生也是和人有关的 所以呢 这使到企业呢 更加有动力去加快这个智能制造能力的建设 来提高人工人均的劳效 这样不单止有利于企业的效率和效益的改善 也有利于企业来应对未来可能再发生的其他突发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